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各位小伙伴都知道 美区ID的这个Apple ID的账号呢 是非常的有用 可以无限制的下载海外的各种APP 包括ChatGPT 包括各种免费的VPN等等 那么之前介绍的这个注册 美区ID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 那么注册的时候还需要填上 美区的一个地址 包括电话 包括区号等等一些信息 比较麻烦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方法 注册更简单 更快捷 更方便 不用填写那些美区的地址 等等那些信息 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好的 爸爸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来到手机端 我们首先打开设置 朝下拉 这边有一个屏幕使用时间 我们打开它 那这一边显示是什么十分钟了 什么的 我们不管它 我们 朝下拉 最下面 有一个关闭屏幕使用时间 我们点一下 给它关闭一下 好的 关闭完以后 我们 返回来 然后打开我们的账号 我们朝下拉 这边有一个查找 我们点开 那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查找我的 F 这个地方本身是关闭的 假设你打开以后呢 那现在也要把它关闭 并且要关闭这个地方 共享我的位置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 我们倒回来 我们把它拉到最下面 这个地方退出登陆 退出我们的账号 稍等片刻 假设你手机上的东西比较多的话 这里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好的 成功退出 退出以后 我们还在设置这个界面 点通用 然后下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语言于地区 那这里 语言于地区 我们点开它 那这个地方呢 它默认是这个 中国大陆 你在哪里 就默认哪里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海外 这边有非常多的国家 想改哪里都可以 打比方 我这里改成美国 更改为美国 正在设置地区的时候呢 这个屏幕共享断掉了 没关系 我重新连接一下 好的 连接上以后 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地区已经变成美国了啊 这个计量单位什么的变成美制了 那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退出 最后我们朝下拉 这个地方呢 我们找到这个通讯路 我们打开它 那这个地方我们点击添加账户 我们选第一个苹果默认的include账户 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点这个地方 忘记密码 这里呢 我们点击创建FID 好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为我们的FID设置一些信息啊 这个名字姓氏 随便填啊 出生日期这个地方一定是要填大过18岁的啊 一定要填大过18岁的 好的 这个地方是说要输入新的邮件地址 那我们给我们新的邮箱呢 设定一个名字 设置好以后我们点继续 这里点创建电子邮件地址 这个地方呢 它需要我们设置密码 那这个密码必须是要八个字符啊 包括数字大小写字母等等 设置好以后我们点继续 那这个地方它输入一个电话号码 需要验证身份 OK 这个地方电话号码呢 你输入任何电话号码都可以 假设我们输入大陆电话号码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改成这个加86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这边呢 是以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验证 我们这边点继续 好的 这边有发一个验证码 在你的手机上接收一下 接收到以后呢 就把它输入进去 我们收到了323656 假设在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这个不能这个注册的时候呢 可能是你的电话号码之前 已经注册过了啊 已经注册过了 可能注册的比较多的话呢 它会有限制你换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 需要到Apple Store里面呢 下载一些这个美区的应用 那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这边是点继续 到这边以后点右上角这个人形的图案 那这个地方它都自动登陆了啊 那刚刚是没有登陆过的啊 它自动以这个include的这个账号 自动登陆了 好的 那登陆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来尝试搜索一些App 那你看看它下面推荐的一些App 你就知道了 OK 全英文的 那好的 我们再来搜索 打比方我们搜索什么呢 这个ChatGPT 那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点开 那大家看到啊 第二个就是了 那这一个就是了 那这个是官方的标示啊 官方版本 那有一些人下载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那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获取一下 这边点安装 这边需要这一个ID的一个密码 那我们就输入一下 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密码 那这个直接就可以下载了啊 那假设我们需要输入一些这个VPN的话 我们尝试收一下VPN 那这个大名鼎鼎的 那很多的啊 很多的 有好多的话呢 之前我都有介绍过的啊 都有介绍过的 那么这边随便安装一个来 或许就可以翻墙 那这个大名鼎鼎的1.1.1 那WAP家也在这里啊 当然现在是暂时不能用了 包括这个PUTIN VPN 那之前都有介绍过的 好的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简单 在没有这个安强的情况下 手机直接使用WiFi 或者这个手机卡的流量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操作 好的 感谢观看 这次节目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